虽然国民党已经正式提名前基隆市议会副议长 现任市议员林佩祥代表国民党 希望赢回基隆市立委这一席 但是为了团结党内 国民党基隆市党部特地再召开记者会 邀请参加党内立委初选的林佩祥 以及何淑萍两位市议员 不过只有林佩祥到场 何淑萍有事没能来 并且由市党部主委吴国胜口头向媒体报告 党内立委初选民调互比 林佩祥赢何淑萍大约7个百分点 如果加权后 林佩祥则是赢何淑萍大约13个百分点 何淑萍同志跟林佩祥同志两个的互比 他的比例就相差7个百分点 那如果说加入其他的加权 比如讲跟别的政党对比 还有跟别的政党的主要候选对比 这个平均支持率就相差了12.7% 12.7% 这就是最准确的数字 出席的林佩祥则向强劲的对手何淑萍表达崇高敬意 希望团结2024赢回基隆这一席立委 也对何淑萍何议员 我这个强劲的对手 表向至高的崇高的致意 那希望说未来以团结为主 好好地把基隆这一席立委 我们把他赢下来 至于近来传出民众党秘书长谢立功 抛出蓝白河可以从基隆立委开始的说法 林佩祥也直接了当强调 没有问题 欢迎谢秘书长任何时候回来比民调 既然要蓝白河合了就要赢 就只能推出一个人 那请他跟我来民调初选 什么时候民调我都欢迎 既然要合就要赢 不然合起来不是为了个人的政治利益 个人的政治弹算而去做的 要合就要赢 欢迎变秘书长随时跟我民调初选 哪一家民调公司我随时欢迎 因为我想帮基隆做事 我想把这席拿回来 林佩祥也强调 如果他能够顺利进入立法院 首要目标选择进入交通委员会 为基隆市民争取更多 解决通勤族交通的办法 其次目标则是进入财政委员会 希望争取在基隆港 年收千亿元的税收上 分给基隆市更多的裁员 用于建设基隆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